站在基隆市府的立場 我現在就是要考量到 我們眼前的負擔就是53.85億 基隆捷運也好 機場捷運也好 都是中央主要在開發的計畫 都應該由中央主要來負擔 站在基隆市府的立場 我現在就是要考量到 我們眼前的負擔就是53.85億 這跟中央第一次講不要錢 第二次講17億 可是現在又 這又是一個中央的主導的捷運建設 這不管是多少 不管基隆未來的自償性是如何 站在基隆市的立場 我本來就要提出 這不該全數由基隆市來負擔 至於說新北他願意全數負擔 那這個就是我回到了 直轄市跟縣市 新北跟基隆 這兩個縣市的一個規模跟財政的能力 不就是我現在提出訴求需要更多幫助最主要的原因嗎 讓我們基隆市單獨的來負擔這50多億 對基隆市民是不公平的 這個開發單位也好 宣布單位也好 依大眾捷運法也好 這都是中央主管的 那我們有很好的例子啊 就是機場捷運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是希望 基隆捷運也好 機場捷運也好 都是中央主要在開發的計畫 都應該由中央主要來負擔 基隆市就是因為不是直轄市 所以在跟大家討論到 總總經費的問題 往往是捉襟見走 基隆市現在在基隆捷運所碰到的經費問題 不就剛好跟直轄市升格的問題 是緊緊的相連嗎 基隆市如果能夠解決能夠升格 或者是能夠合併能夠升格 不就是可以把這個問題做一個有效的解決嗎 只要基隆升格的方向能夠有一個 確定的一個明確的策略跟步驟 我覺得基隆捷運的經費問題 它所衍生出來的經費問題 我相信就會有很妥善的解決